是甚麼令你想由騎士轉為廉話師 總括來說都是覺得不須得 怎樣不須得呢 這是自己要求 我既然進入了這行業 看著有些人做到的事 沒有理由自己不是特別差 然後去做怎樣增值自己 都可以一試 有這個機會可以繼續試一下 就憑著這個信念 於是你便進軍廉馬斯的行業 難不難 都是說難的 但你先轉到幕後 不一定轉到廉馬斯 其實轉到幕後 沒有甚麼擔保 沒有甚麼擔保 你一定做到甚麼位置 都是要漫長的時間 逐步來 在馬圈不同的位置浸淫 好了 阿輝哥 在我手上 現在有一個表 讓我先說一下 1956年你開始做廉馬斯 那一年你贏頭馬的數目有20次 你排名的26人入面 26位列馬斯是第12 一開始已經相當之好 即是成績 一下去就好了 97、98、99、00、01、02、2003年 你是25、30、40、40、28 因為贏頭馬的數目是很多的 99年你還是排 25位列馬斯排第三年 好了 忽然之間去到03年、04年、05年 28、16、18去到06年 10 接著打了一顆星 打了一顆星的意思 請你解釋一下 為甚麼 即是你贏頭馬的數目 我看上去不達標準 不達標準 不達標準 而且你那一年的24位列馬斯 你排第23 甚麼意思 好像我考試那樣 但是去到07年 即是溫寧之後 07、08、09、10 你就贏頭馬 24次、37次、25次、39次 這個過山車挺奇怪 那三年發生甚麼事 現在回想起來 也有點含糊 因為我們都是 在馬圈做 連馬 或者跑馬 都是 不能夠計劃得很遠 都是 一直盡量做好些馬 練好些馬 給跑 跑好些馬 當然到每季接近尾聲 公司看業績 自己看一些成績 去最低點前那兩年 都開始發覺到 有些滑落的跡象 都做一些救忙運動 原因出了在哪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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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是那些馬 實力不夠 青亡不折 雲可能有些地方差了些 可以這樣說 到最後 當時拾牆的時候 情況比較嚴重 很差 要留意一下 出了在哪裏 有些什麼做得不好 或者有些新的事 是否需要學習一下 好像以前 初初出來做建立生 沒有馬跑 開始有馬跑 都是努力 但知道發生什麼事 馬的實力是接不上 比較平均都被人差 所以要找一些好些的馬 或者交際方面 可能有些欠缺 或者有些地方爛了 是否有這樣的心態 我看是最低那年 可能有些馬接不上 而且我又不喜歡很迫 尤其是年輕的馬 很迫 怕人弄傷 第二年成績好 因為 先一年 我保養著馬 第二年 他又開始成熟了 成熟了 贏了馬 成績好些 但是這樣 你自己一直在看這件事 你有這樣的想法 馬主真的不跟你客氣 會不會 會 當然會 輝哥 怎樣 我真的要想一想 在那個時候 這些馬主和你的關係 他們繼續支持你 有很緊張的關係 當然有些很基本的 明理在做什麼都一直在支持 有些不太理解 或者 其實我是很理解的 別人不太理解 沒有辦法 我覺得馬的東西 比在不適當的時候 強行推動他 被弄壞了 沒有了那個警察能力 大家都沒有好處 有些人會理解得好些 如果不理解 他們會覺得做得不好 我堅持這個理念 都是 對的都是OK的 不過慢了 大部份在你的馬主 都是對你有信心 現在這麼多年下來 對我有信心的馬主 理解我的方法的人 比較多了一點 人家說輝哥是上馬的白浪 就是買馬的白浪 但我當然想聽聽 你買馬的眼光 還有 誰是你的白浪 如何在你的禍山車的低潮 可以幫你一把 有沒有這個人 我們待會和你談這個問題 好嗎 我沒有想看 我可以你 看我